就这 实际就这一个磨玻璃结结 这个磨玻璃结结是个原位 现在我要给您对比一下前后有没有变化 我现在就是七月份在院检查 就处查水饱的时候 医生就建议我说他现在密度的增加 他建议我要最好做手术 我想过来问一下您的意见 看看是现在马上需要手术 还是可以降水饱 对比一下 我认为在观察 在观察 对没变化 没有变化 你看拿手机我给你照一下 你打开照相机 我认为没变化 可以讲因为这个结结这么小 这个是22年的 这是24年的 对两年了 我两年之间的话 先是半年水饭一次 然后是一年水饭一次 对呀 你这是21年就发现了 对 他一年体检的时候 这个是22年的 对 然后这是最新的 我认为他大小密度 变化不明显 可能稍稍饱满一些 但是这么小的结结 你看四五毫米大概 所以不要去碰它 这么小的结结不值得去做 所以继续定器 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每年一次 对每年一次就行 因为这小于五毫米的结结 又观察了好几年了 没变化 就每年查一次 不用不要急的 这要做 有人说密度变了 没变 里面有个白点是血管 这个是微小血管 所以它就是原胃癌的特征 并不是说是它就有危险 也不是说它密度增高了 没有 但是似乎比原来饱满 就是像胖了一点 但尺寸还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观察肯定是安全的 几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